我們家其實在我媽媽生病之後 就是變成兩派 一派是覺得健檢無效論 然後另外一派就是我這種 覺得說就是還是試試看 那有總比沒有好 那經過我這一次的事情之後 我會很努力的從我家人開始 告訴他們說早期發現 才有早期治療的可能 因為很多人就是生病不喜歡看醫生 或者是覺得健檢會查到不好的消息 那可是這都不是去面對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等到更晚的時候發現 其實你能做手上能做的選擇 已經非常少了 那對你自己還有對你的家人來講 其實都不是太公平或是太好的選擇 那一張健檢的結果出來 我基本上生理功能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然後大家問說癌的體型變化 其實我覺得心理因素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在前期除了自己很錯愕之外 就是我一開始的心理壓力是 我不敢讓我爸爸知道 因為我媽媽過世 雖然已經今年第11年 可是我覺得我爸爸一直都還沒有走出來 然後在我媽媽過世之後那幾年 就是他一直在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他如果知道 我也步上他的後塵 對他來講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其實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最辛苦的是要滿這件事情 然後遇到他們的時候不能露出痕跡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定下目標 就是從健檢那一天開始 我沒有改過任何一個常規的行程 就是不管是議會開會 或者是要去上節目 或者是其他要開記者會 我就是讓他一切如常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遇到 就是這種措手不及的變化的時候 維持如常的生活步驟也是一種控制情緒的方法 對那當然比較積極的還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 所以我們我也很快再找到許主任 然後他在很快的當天就決定 我們其實是在12月3號就決定1月份就要開刀 所以這個拍刀跟住院的時間是很早就排好了 然後剩下大概就是消化自己心理層次問題的狀況了 對我覺得6歲消化這個 消化這件事情還太早 所以我沒有特別跟他說 但是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要出一個任務 所以我會幾天沒有回家 然後他說什麼任務 我說我去抓一種蟲 我覺得小孩是因為我們有溝通的方法 但是對阿 所以目前為止我盡量想用一個比較正面迎戰的方式 去講這一件冒險的事情 對然後我覺得因為這個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我到現在這個年紀我還不太能消化 所以我覺得對6歲來講有一點太早 然後也不是應該屬於他那個年紀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正式開通會員功能 誠摯邀請您加入會員挺中天 您加入會員 每月小額贊助中天 將實質贊助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會員將享有額外福利 詳請見會員說明 沒加入會員並不影響您目前觀看中天新聞直播和影片的權利 加入會員挺中天 請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1.2.3 2.3